今天这节课的话,我们是使用Pathom爬取麒麟中文网的 破解麒麟中文网的字体反爬或者电子书籍的一个详情信息 注意是详情信息不是小说信息啊 所以这一个不要搞错了 因为今天这个课题很多同学跟我说 我会爬麒麟小说 但是我爬的不是麒麟小说 我爬的是他的一个详情页 这个详情也比他那个小说难多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这是一个课题 然后我们会用到这一些工具吧 在开始正式上课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振兴老师 所以不是振兴鸡排的那一个振兴 是这一个振兴 就像我们的一个代码一样 只要你错了一个标点符号 就会给你好看 对吧 所以第二个的话 我想在我们这一节课开始之前的话 我想了解一下就有多少同学是第一次来听课的 有多少同学是零基础的 如果零基础的同学比较多 我等一下就讲慢一点 因为今天这堂课的话确实会比较的难 看到这个网站 然后我们点击这一个检查 然后你右键点击这一个内容 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内容 我看的是一个290.86 然后这个地方给我显示的是什么东西 我要这个东西有用吗 这个地方有没有用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不好 在这个地方 这里 速度适中就好 慢一点对吧 我们适中好吧 适中好 如果我讲课过程中你觉得我讲的快 你就让我稍微讲慢一点好吧 你觉得我讲的快 你就拦住你说老师车别开的这么快 停一下等一下我好吧 那么我看到你这样说的话 我就讲慢一点 因为我讲课的话 我速度转的很快 就像一个成熟的程序员 你老子肯定要转的快 你转的 你转的慢的话 你敲代码速度就特别的慢 所以一天的话可能工作任务就完成不了 完成不了得干嘛 996对不对要加班 所以就老子得转快一点 当然你们是新手不需要转的那么快 只要速度适中就行了 我讲课的话也尽量的讲慢一点 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课题 然后在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吧 我的话是清真教育的联合创始人 以及是Pathom课程与研发的教学负责人 是全站开发工程师以及 曾经就职于OPPO等一些互联网公司 具有多年的软件开发经验 掌握C Java Python等多门语言 主要是精通Pathom 已经精通Pathom的爬从于翻 啊反反爬 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题 就是反反爬的一个内容 啊 那么在我讲课之前我说明两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在我讲课过程中 你肯定会有很多东西听不懂 啊 听不懂的话你就随时的问出来 所以你要随时的问出来 啊 如果你不问出来的话 啊 那么我等一下可能就一下子讲过去了 对吧 啊 如果你还不好意思问出来 那么就活该你不懂啊 第二个不要问语课堂无关的问题 啊 比如说你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或者你听一遍啊一边听一边 练习的这些问题 这些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加我们的一个助理老师 好吧 我们助理老师那你会有一些基础的一个解答 以及关于本堂课 你肯定会有一些地方 你是听不懂的 听不懂 你可以随时提问啊 我会选择性的去解答一些问题 以及本节课的一个环境 我就不介绍了 好吧 像皮歪恰 安那康达 以及我们今天这几个会用到一个方的 create啊 放此那一个软件 那个软件的话 我们到时候会用到 所以这些软件什么东西都不挽住你老师 你加好吧 啊 他是我的一个学习 就是我的一个资料库吧 就我们等一下用到什么东西 直接往他那里要就行了 包括我们的一个路波啊 圆马之类的东西 这一点 我不想过多介绍好吧 啊 这个地方能够理解吗 能够理解 瞧个一个 我看一下 好吧 等一下就不要啊 再问我那些工具 这些东西了 因为你弄这些东西的话 比较影响我的一个讲课体验 因为我觉得啊 讲课的话 应该是从头讲到尾 直接讲过去就行了 对不对 还没那么多 找些啥巴的东西啊 方的图是是模块吗 对方的图是一个模块 我们除了方的图是模块 等一下还会有一个工具吧 等一下我们用到再看啊 不清楚的 你就去教助你老师就行了 这个微信号 我也发一下吧 包括你的一些啊 基础环境 搭建什么的东西 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过多的去讲了啊 那么我们直接奔路 我们这一 今天这一期个的主题 好吧 我们今天这一期个的主题是 起点中文网的一个字体反爬啊 在在啊 我想在这里问一下 有同学之前遇到过 或者听说过字体反爬吗 啊 如果有遇到过 或者听说过的 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吗 如果从来没遇到过 没听说过的 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这里我了解一下 你们的一个情况 啊 敲一的敲二的都还是挺多的 对不对 敲一敲二的都还是挺多的 啊 敲二的还是这个地方敲二的 还是比敲一的多啊 还是有有很多同学 应该是新手吧 零基础的啊 第一次来听 就可能就不太清楚吧 那么我们首先对着一个字体反爬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吧 啊 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字体反爬 以及字体反爬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字体反爬 主要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网站啊 第一个字体反爬的话 它是对关键数据去进行一个加密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明天下 这个二九年啊 二九年点八六对不对 二九年点八六这个数据 你爬不下来 因为它对这个关键数据加密了 其实啊 清廷中文网的话 它是对于这一个观看的一个字数 以及它的一个推进数 周推进这个数 进行一个加密了啊 其实在其他网站的话 还有一些数据会加密 比如说电风啊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 这些数据的话 一般都是有价值的一个数据啊 为为了防止它大规模的进行泄露的话 所以一般有价值的数据 它都会去进行一个加密啊 没有价值的数据 你随便爬都可以 对不对 像这个字体反爬的话 主要的网站 其实也有挺多的 比如说它的一个啊 这个地方有我们的一个啊 猫引电影 对不对 清廷中文网 其实还有一个是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啊 大众点评网啊 大众点评网的一个字体的话 其实是最难的 之前的话 我有个学员 其实他就接到一个大众点评的一个字体 反爬的一个外包网啊 一千块钱 其实说多不多啊 说多不多 其实他那时候的话 因为因为我们vip中也交过自己反爬 像我们今天这个字体反爬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大众点评的话 应该是最难的一个字体反爬了 啊 像他的话 只有啊 只花了接了一千块钱吧 其实如果你们以后遇到这种大众点评的一个字体反爬 我告诉你们一千块钱的话 绝对是低了 一千块钱绝对低了啊 按照正常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情况的话 大众点评的一个字体反爬 应该是啊 应该是三千晚上走 三千晚上走 如果是我的话 我直接开价 我直接会开五到六千 因为这东西的话啊 一般人是做不了的 就一般人是做不了的 你可以放心的去开啊 如果你能做的话 最终肯定还是去找你 像很多新手的话 他们也不会学到这么难的一个东西 而我们今天的话 讲的一个内容是 起点中文网的一个字体反爬 起点中文网这个字体反爬 比大众鼎评那个难度会降低了很多啊 但是还是会比较的复杂 如果你能做出这一个的话啊 你再去尝试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些网站爬虫的话 你可以再去试一下吧 这是这一点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稍微介绍了一下 那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来爬着一个网站 爬着一个网站的话 啊 刚刚我讲的那个地方啊 有问题没有 或者没有问题的话 敲个666给我看一下 好吧 大众领评现在还不好弄 只是你觉得不好弄啊 对于我来说还是一样了 啊 像我现在我我现在那个大众领评的VIP课程里面 我们是教的大众领评的一个字体反爬 大众领评自己反爬 其实有几套 一个一个的话是他评论的那一套 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详情页的那一套 评论的话是svg的 svg又有两套字体反爬 然后还有他的一个详情数据爬的时候 除了有字体反爬之外 还会有一个风控 这一些的话跟你啊 不懂的人扯这么多没用啊 我就不扯了 好吧 这个啊 听起来云里雾里的 不清楚 我在说啥 是不是 就不讲讲那些了啊 然后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受害者啊 受害者啊 像我们在在去爬取这一个网站之前的话 第一个我们应该分析一下他的一个规则 俗称的话就是踩点啊 就像你手小偷去偷东西一样 对吧 首先你要分分析受害者的一个位置 然后给画好路线啊 前期工作你做的好 你才能一举成功啊 当然我们这不是去做小偷吗 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 在这里面的话 可能有同学会担心就是啊 学着一个爬虫会不会从啊 从路门到路狱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担心的一个同学啊 有的话你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吧 啊 敲个一或者刷头新花给我看一下 这里确实还有 程序员是那叫头不卖钱就没事对吗 我妈妈听的老师讲课很担心啊 对这个啊 有担心啊 确实确实有担心吧 其实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非常好啊 就是这个x这位同学 就是这一个正大光明的一个拿 我们是正大光明的拿不是偷啊 这一个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 其实还是有挺多同学担心这一个 从路门到路狱 其实网上的一个爬虫的话 这种例子也是挺多的啊 但是那些例子的话 都会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点 第一的话 它是影响了影响了啊 影响了别人啊 别人 别人公司的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啊 运行比如说你的一个爬虫 对不对 你爬到输入太快了 你把别人的网站爬崩了 把别人的网站爬崩了 把别人的网站爬崩了 爬崩了 你想一下把别人网站爬崩 搞得别人不能正常赚钱了 是不是别人直接会去告你这一个 啊 这一个典型的就是一个DDOS 洪水攻击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啊 就是爬取的数据 爬取别人的数据 用于啊 用于竞争竞争啊 就是你去抢别人的一个饭碗 像这一个 其实深圳之前就有个公司啊 他去爬别人的一个公交车运行的一个数据 然后自己开发一个APP啊 结果做的比别人还好 然后别人就把他给告了 所以这一个啊 像我们爬虫的话 第一的话你别 你别太过分了 把别人的一个网站给爬 他爬崩了 第二个啊 你爬取别人的一个数据 不要不要去抢别人的饭碗 就是你啊 你就爬了别人的 爬了别人的数据 他把别人的饭碗给他砸了 对不对 别人不告你告谁啊 所以这两点 其实不要去做吧 然后还有第二点吧 第二点的话就是啊 涉及涉及大量啊 涉及大量啊 涉及大量的个人隐私数据 隐私信息 而以涉及个人的大量的隐私信息 且用于盈利 用于盈利啊 盈利啊 如果你是一个学习的话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你学学习的话 你爬 爬的话你只是为了学习啊 你不去用于盈利 就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这一个如果 如果你是在公司的话 其实做爬虫的话 像有些同学担心 可能做爬虫工程师 我去爬取了一些啊 很重要的数据 把别人爬崩了 那么到时候抓我怎么办 其实这一个的话 如果你是在公司 而且是领导 让你去做这件事的话 那么啊 那么这个责任的话 是领导的 或者是公司的 但是前提是 你能证明是啊 领导或者是公司去做的 就是如果在公司工作 工作 工作啊 如果是在公司工作 只要你能证明 证明啊 只要你能证明啊 是公司的发布的任务 公司发布的任务 那么这个责任的话 就是公司的 所以这一个的话 做做爬虫工程师 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啊 一一步搞不好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替罪羊 对吧 啊 比较典型的 其实就是之前的一个 五一信用卡的 那一个案例 不清楚你们看过没有 就直接把程序员抓了啊 领导的话 他就甩锅 所以作为一个程序员的话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啊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成为 这一个爬虫开发工程师的话 首先买一支录音笔啊 然后放在兜兜里 到时候领导跟你说话的话 你就直接啊 直接就直接到时候 如果把你抓进去 你直接把录音笔拿出来就行了 给警察看 啊 所以这两点吧 这个啊 对 这里有个余率是还来进行一个科普了 其实啊 这个爬虫的话 只要避免这几点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吧 这一个是我们稍微介绍的吧 这个地方可以搞数据库吗 数据库是黑客 黑客那应该是渗透 渗透与黑客吧 然后还有 fp的一个欺诈啊 那么那些的话 应该不属于爬虫的一个范畴了 爬虫的话 是比较简单的啊 就你爬虫再往上面去啊 搞的话 可能会更啊 更加复杂一些吧 那些我们就不看了 好吧 我们就来光明正大的拿好不好 啊 其实举一个更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就直接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数据给他复制下来啊 你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我用爬虫去复制粘贴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给复制下来的啊 只要是这样拿下来的话 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吧啊 那按单算盈利吗 按单算盈利吗 看这个的话只要你避免吧 就你有了这个意思之后 你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啊 比如说如果 如果你用比特币啊 用了一些定制货币交易 对不对 那么其实就没多少钱了 只要你能隐藏你的一个信息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扯到这好吧 扯到这 那么没有问题的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好吗 我们准备开始这几课的一个内容 比如大众领评接了个单5000块钱 这个我一般都不 你接单没什么事 因为你接单 你爬的是一些公式信息主义 公式信息 公式 公式信息是没任何问题的 公式信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它是直接是啊 就人人都能看你这种爬 它没什么问题 像百度啊 这些抖音啊 快速啊 这些你爬都没有问题吧 老师有比特币吗 啊 程序员比特币啊 虽然没一个 但是还是有的 这一个啊 不扯那么多 好吧 你我讲个公开课 你跟我扯那么多东西干嘛 啊 在这里面我们就好好学知识 好吧 好好学知识 啊 那么啊 我们就开始来看啊 看着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 我们是在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这个明天下 对不对 明天下啊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数据给他采取下来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会遇到这一个字体 我们首先来踩点 对不对 踩点我们来来看一下啊 这座内容我显示乱码了 对不对 那么我想去看一下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我签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之后 我才能去把它变成这个290886 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注意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点击这一个查看网页源代码 看一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一打开的话 这个地方不太对劲 怎么有这么多内容 对吧 我想找到这一个啊 找到前面这一段乱码的东西 是什么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复制这一个万字啊 复制这一个万字 因为这个万字的话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内容 这个万字是一个正常的 对吧 我把这一个万字 给它复制过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就找到了 这一个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好吧 这个不行 我们就换一个 换一个这个万字 不行的话 我们把这一个标签 都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粘贴给它来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找到了 对不对 找到了这个什么 什么万字的这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一串 前面这一串 我们这一个span 然后是rf这一串内容 对不对 这一串的话 我们是一个什么 这一串内容 这一串内容的话 你看一下 我们收到的一个内容 我们也只有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也只有这一个内容 只有这一个内容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有这一串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这个万字 它对应的就是这两个 对不对 那么我前面这一串内容 前面这一串内容 是不是对应的 我们看一下 123456 12 我们看分号 我们看分号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分号 第一个分号 第二个分号 第三个分号 第四个分号 第五个分号 第六个分号 对不对 我们就对应了六个 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一个数字 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奥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这个阿尔法 然后说我们的一个100425 它对应的是我们的一个奥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找一下其他的 有没有这个地方 3175 这个地方的话 不太好去找 反正就对得上 这个地方就对得上 也就是说 我最后只要把这一个内容 给他最终的话 我给他手动替换一下就行了 对不对 手动 我可以给他替换过来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问题了 但这里面我们再注意一点 我们给他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他关闭 然后我们重新再打开一下这个网页 网页语言代码 为什么要重新来打开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这个字体反派会有一点非常恶心的一个内容 就是它这个东西可能随时会变 就是这一串内容 它可能数字不变 但是这一个加密的内容 它可能随时会变 我不清楚变不变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我多看两遍 这个地方能够理解吗 就你踩点的时候 你多去踩几次 因为一次的话 可能会摔坑里面去 对不对 如果没有搞好的话 阴沟你可能会翻船 我们为了防止它翻船 我就多看两次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不对了 对不对 原本的话是100425 结果它一变100391 这怎么办 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 怎么会这么麻烦 对不对 一下子可能就懵逼了 一下子可能就懵逼了 在这里面的话 不用担心 我既然选择这个课题 我就有信心能够把它彻底给它解决掉 所以这一个的话 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 可以看这的话 反正我就清楚这个地方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这一段的一个内容 关于这一段内容 有问题的 可以问一下 好吧 没有的敲个1给我看一下 已经懵逼了 在这里面 有同学已经懵逼了 对吧 有同学已经懵逼了 这个有点早 我还没开始敲弹 你就懵逼了 这节课 你怎么跟得上我们的一个车 你要提前下车吗 我觉得既然来听了 你就如果你懵逼的话 你就先跟着我听事录 这一个还是我前面的一句话 凡是有价值的一个东西 它肯定是有难度的 就那种很简单的一个爬充 你很简单的爬充 它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它很简单 你随便搞一下 你就可以搞出来 但这个东西你搞得出来吗 你搞不出来 对吧 因为它确实是有那么有价值 字体反拔这个东西 前面我说大宗领评字体反拔 一个外包 几千块钱 你想一下几千块钱 是你那么容易拿的吗 如果真的那么容易拿的话 也不会值那么多钱了 这个截图软件的话 你也加助你老师去问一下 把加助你老师去问一下 那个叫做sniper past的一个截图软件 这个截图软件 不需要登陆QQ吧 我程序员的话 反正我非常喜欢用 包括我的一些同事 他们也是用这一个 因为QQ的话 你工作的时候 经常不登QQ的 就有些公司里面 都不能登QQ 所以你可以去要一下 我们这个截图软件吧 本节课有录播的 有啊 有录播的话 也是去找这个敬请老师 刚刚也都加了一个敬请老师吧 这个地方还要还要 要我再发一下 它的一个微信号码 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的话 有问题 可以再问一下吧 你搞人家有价值的东西 真本问题吗 没价值的东西 你搞他干嘛 你没价值的东西 你要搞他干嘛 啊 没价值的东西 你你你来学爬虫干嘛 我想问一下 这个敬请老师没价 哦 是木质老师 说错了 木质老师 总总是喜欢说敬请老师 敬请老师 啊 木质老师 我发一下吧 这个地方发一下 发一下 在这个地方架一下吧 后面我不说了 后面还会有一个软件 到时候统一找他去要一下 好吧 不要总是在这个评论区 啊 问我电脑的一个环境 有没有 只要在我电脑上啊 出现过的 就公开个给你们演示的一些东西 我全部会啊 发到木质老师里 你到时候我等等我下课之后 我全部会交给他 到时候他会统一发给你们 没有的话 你到时候问他要去要就行了 所以这是这一点吧 啊 那么我们就继续啊 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踩点的时候 我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地方会变 对不对啊 但是不管他怎么变 我们都发现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 就是网页上的一个内容 不会变 对吧 那么我就找规律啊 为什么你在变 这个内容你在变 但是你变的话 这个上面的这一个字不变 对不对 上面的这个字不变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啊 这个原因的话 重点听了 重点听了 因为这一段的话 是属于前端的一个知识啊 前端啊 前端 像一般做程序员的话 要么后端 要么前端啊 其实还有一个爬虫 或者一个爬虫 开发工程师 数据分析 开发工程师 前端工程师 后端开发工程师 啊 这个的话是属于我们前端吧 因为我是全站 所以我前后端的话都懂啊 在这个地方 我就带你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个情况 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点到这一个文字啊 点到这个文字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前面会有一个class 对不对 会有一个类 这个类指向于一个特殊的东西 是这一个啊 dqrk 这个euvk 这个内容 对不对 像前面前面这一段是这一段 前面这一段是这一段啊 那么这一段内容 我们去找到右边这一个 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样式 然后在样式里面 你们我们看一下 这个样式里面的话 它会有一个啊 有一个这个dqrk 这个euvk 这一个内容 那么它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啊 类类选择器 然后在这一段里面 它会指向于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font family 是我们的一个字体啊 字体的话 它使用的一个字体 是我们这一个d 啊 dprk的这个什么字体 对不对 这个字体 我先复制一下 因为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一个css的一个圆码 点击进去啊 点击进去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给它来搜索一下啊 搜索一下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地方搜索一下 然后我们进来看啊 像在这里的话 它定义了一个字体 字体文件 它使用的一个字体 是这么一段 对吧 一个叫做eot的一个字体 然后这个eot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wff的 然后还有一个tdf的 其实这些的话 都是它的一个字体文件啊 这个字体有同学知道吗 不知道的话 你敲个1给我看一下 好吧 知道字体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敲个2给我看一下字体 字体是什么啊 知道的敲1 不知道的敲 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啊 字体哦 不知道的乔一 不知道的乔一 这个地方啊 反正都有吧 这个地方不影响啊 都都在有 那么都有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先介绍一下字体是什么啊 字体的话 比如说我们送用软件 我们软件常用的几个字体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送体啊 送体 黑体 黑体 微软也黑 微软 亚黑 亚黑啊 微软亚黑 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自电脑中的一些字体 这些字体的话 它显示的一个内容可能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它最终最终弄出来的一个内容的话 都会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也去啊 我们我们这个电 这个电脑上这个地方 它用的一个字体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字体 是它自己搞的一个字体 以及它不断的再就会换着一个字体 对吧 那么我们不管它换不换 我们就把它最后这个字体给它整出来 好不好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它整出来 它这一个字体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直接搞出来 它这一个 这个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搞出来 它这一个formate的这 这一个字体的一个内容吧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搞它最后这一串的一个字体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一个WOFF的一个字体 我们去找一下 就是这一串的一个内容吧 我们就把这一段的一个字体 我们给它搞出来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啊 我们就直接 直接的话 我们来来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WOFF的吧 这个字体的话 有很多个 我们用这个DPK的这个内容 然后把这个字体 我们去复制这个WOFF的一个字体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看一下 好不好 下载下来 我们给它conj加c 我们先不用代码去弄啊 我们先踩点嘛 啊 踩完点 我们再说 然后我们再来打开这一个内容 打开这一个内容 啊 打开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字体下载过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双击一下 啊 双击一下 这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 分裂掉 分裂掉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啊 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给打开了 对吧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字体的这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刚刚的一个文件 对应的是这么一个字体 对不对 啊 在这个地方 它有我的一个 只有是一个0 然后万是一个1 然后就是一个2 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3啊 看这一个内容的话 我可能暂时还不太清楚 暂时不太清楚 我就先不去管它 这一个 我们等一下再来用 反正我就知道它的一个关系了 啊 这个字体 我们可以点去看一下 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傲啊 啊 但是这个傲的话 这个字体文件 其实是在这一个图里面 给它绘制上去的 看你可以拖动 啊 这里面并不是一个文字 它其实是一个图 这个图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要把我们的文字换成一个图 我们等一下会用到这一个字体的一个内容 展示我们先忽略掉它 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来看 啊 那么现在我大概踩点的话 我大概踩点好了吧 我也清楚了 这个字体是一个什么东西 以及这个字体会频繁的换 对不对 啊 那么不管你怎么频繁的换 一下就根据你的一个字体 反过来去映射就行了 也就是我们刚刚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是通过那个class字体文件 内名 然后去根据 首先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加密的加密的内容 加密的内容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 加密的这么一串内容 对不对 通过这一串内容 然后这一串内容的话 它是指向于啊 它是指向于我们这一个 指向于我们这一个class的这一个内容 指向于这一个class的这一串内容 给它复制粘贴一下 啊 这个是我们字体为啊 第一个的话 说我们的一个加密内容啊 注意第一个的话 说我们的一个加密内容 这个地方加密内容 啊 加密内容啊 加密内容 然后它是加密内容 是这么一串啊 第二个的话 它指向于我们这一个 说我们的一个字体文件啊 字体文件 是这么一串的一个内容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 它根据我们字体的 这一个字体文件名字啊 名字的话 然后去映射到我们的一个字体啊 字体文件啊 字体文件的话 它指向于说我们这一串 就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里面的话 它可能会用到这几个的一个字体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会有我们这一个字体 WOFF的一个文件啊 它在网上的一个字体 最终的话 它就显示啊 最终的话 就啊 通过这一个字体 然后去映射 就是啊 映射为正常的一个内容 映射为正常的内容 映射 稍等一下这个地方 映射 映射为正常的内容啊 映射为正常的一个内容 对吧 正常的内容是什么 正常的内容的话 就是我们前面那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的话 我们注意这串数字 我们也复制不过来啊 我们看一下这串数字的话 如果你直接复制过来的话 这个地方也会是一个乱的 你看一下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这个290.86的话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它是这么一个内容 我们其实映射为这一串内容 就是我们的一个29086 这个地方是一个290.86啊 是这么一串内容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个顺序吧 啊 这个地方听不懂的同学啊 哪个地方听不懂 能不能说一下 哪个地方听不懂 能不能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是我们等一下要去做的一个内容啊 光是讲这个内容就讲了很久了 对吧 这个字体反发确实不容小觑啊 不容小缺 啊 这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叫什么的一个大陆的这个同学听不懂 其实听不懂的话啊 有时候就啊 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 或者是在自己去啊 学习的过程中 在我经常看到他们在一些QQ群里面发一个问题 就直接把报错的一个截图啊 直接就发到发到我们的一个QQ群里面 说我这个地方错了 有人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啊 你说错了有用吗 啊 你说听不懂有用吗 啊 这个地方听不懂有用吗 没用的 像我带一些VIP的话 我最怕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就是跟我说听不懂 或者说我错了 我需要的不是你错了 我需要的是你错在哪个地方啊 你雷你错了 你雷你错了 雷你错了啊 你雷你听不懂啊 错误信息障礼你 啊 你啊 你啊 雷你听不懂 啊 第几行代码 听不懂啊 这一个 当然你你们的话 就你们可能没人帮助 那么你可能啊 你就可以在群里面发的时候 带上你的一个错误信息 带上你的一个内容 像在群里面的话 我有时候在一些群里面 我看到啊 如果他的一个错误信息 比较充分的 我直接一句话就给他回了啊 但是如果你想让我去帮你去找错误 然后再给你去回的话 我一般不想去回 因为这种问题 你浪费我的时间啊 我还要给你去排查问题 当然VIP的话 都有啊 不一样 像我们这边的一个VIP解答的话 我也特别烦这些解答啊 随便去跟我讲的话 我也觉得很麻烦 Woff怎么找到的 Woff就是从这个地方 通过他这一个类名 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他的一个类名啊 这个类名去指到我们这一个文字 然后文字的话 我们在右边去看到这一个类名 类名的话 是这一个点 class是一个点 然后去找到这一个字体的文件啊 这个字体的文件 我们点到这一个css里面去 然后直接一搜 我们就收到这一个内容了 其实也是在我们文字里面啊 啊接下来我们就用代码来看了好吧 讲了这么多 我的一个口干舌兆了 能不能刷走鲜花 鼓励一下我这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讲了这么久啊 应该勉强能够清楚吗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好了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 继续来看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 首先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啊 把这个网页给他下载下来 好吧 网页下载下来 我们首先 拥破的这个request啊 那么我们request点上一个get点上一个get 我们去请求一下这一个网页 就是这个网页啊 网页 我们把它给下载下来 网页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内容 response response 啊 我要的并不是这个response啊 我要自体解密 对不对 我要解密得到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内容 我们先来打印一下 看有没有成功啊 啊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我们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个处理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啊 response等于一个200对吧 成功了 那么200 我先把这个网页给他 获取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html html 等于我们的一个response response 哎 response 点上我们的一个text 啊 点上这个txt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网页给他保存一下 把我们给他一个位置一下 位置一下 我们的一个open啊 然后我们给他保存一下 这一个的话 是我们解密之前的解密之前的啊 解密之前的 然后我们给一个html 因为与前面保持一致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啊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model model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模式 我们一写入的模式给他写进去 然后编码的话 incoding utf-8 utf-8 然后我们给他爱作为f啊 那么冒好这个地方f点上一个write 去写入我们这一个html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网页给他保存下来了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再来给他运行一下吧 这个地方给他运行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保存了这一个网页吧 我们等一下就基于这个网页来好不好啊 等一下每次写录也可以吧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在浏览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这个网页原始的一个代码网页原始的一个代码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里有个同学的一个问题 为啥等于200就成功啊 等于200就成功 对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状态码 像状态码的话 这个地方啊 你们很多人在自学的过程中 不会去敲着一个状态码 我们就摆入一下 好不好 摆入状态码啊 这个状态码的话 他会有很多种吧 这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百度百科啊 百度百科里面 他直接就给到我们了 一个是100的 一般都是消息 200的一般都是成功啊 三开头的是重新项 四开头的是请求错误啊 比如比如特别典型的是 我们这一个404错误对不对 404 NOTO放的啊 就是没有找到的 然后还有500的一个错误 五字开头的一般都是服务器的一个错误 不是你请求的一个错误啊 这是我们这几个的一个响应码吧 这个响应码200的话 他就是成功的 OK的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啊 在这一个我们就得到了啊 请问老师学数据分析 是不是必须先学这一个对啊 数据分析的话 最好是先学这一个爬虫吧 因为你数据分析啊 你的一个人工智能啊 数据分析啊 大数据啊 你是不是要数据 你那个数据哪个地方来 数据的话 你不可能凭空产生啊 你肯定要有一个地方有啊 要么是你自己公司的 对不对 像我遇到有些公司 他们公司的话 一天可能会有几百机的一个数据啊 那么就可以用那些数据去分析了啊 那么你没有数据怎么办 你只能去爬别人的一个数据啊 那么你就用爬虫去爬就可以了 这一个的话是我们这一个爬虫吧 啊 那么这一个的话 我们给他保存下来了 那么保存下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去处理他的一个字体文件 对不对啊 那么我暂时不去下载这一个内容了 好吧 我的一个字体文件是什么内容 我们可以来找一下 我们就啊 不去看那个 不去看这一个的好吧 我们不去看这一个上面的这一个内容了 因为这上面这个网页 它会不断的在变 每一次变 可能我那个文件的一个内容不一样 所以会导致我去找的时候 给你们去讲解的时候 思路不会很顺畅 我就用我下载好的 这一个固定的这个内容 行不行 用这一个固定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一个固定的 这样的话 名字确定 我们就好去找一些啊 首先的话 我们要把他一个字体文件 给他搞下来 对不对 我要搞下来他这个字体文件 我才能好跟你们去讲 啊 那么在这一个是我们字体文件 这一个名字 我们再收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最终在这个下面 我们就可以搞到 啊 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搞到这一些内容 对不对 搞到这一个字体 是这么一段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再来这个地方 我们来找一下啊 来这个网页 这里面来收一下 在这个pych 里面这个地方 百分之百会是对的啊 你网页上可能会去变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啊 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啊 找到这个地方吧 接下来我要从这个里面去匹配数据 那么有同学能告诉我一下啊 我应该怎么把这个WOFF的一个数据 给他匹配出来 对吧 其实前面也是几种字体文件吧 啊 但是我 我比较习惯去说 操作这种WOFF的一个字体文件 因为这种字体文件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啊 在这里面我们就不手动去下载了 因为手动去下载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 我们用啊 代码来下载好吧 在这里面有同学能告诉我一下吗 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啊 去这里面去获取这一个字体的一个内容 在这个地方可以啊 考一下你们的一个建设 考一下你们的一个啊 考一下你们对爬虫这一个知识点掌握的一个熟练程度吧 老师数据分析课程有没有包括Sircle数据模型的一个建议啊 Sircle数据模型的一个建议是属于数据库部分的一个知识 在我们的一个啊 数据分析开发工程师或者是爬虫开发工程师的一个系统课里面会有啊 会有那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啊 创建包括原生Sircle的一个编写以及数据模型的一个建议啊 还有关系表与非关系啊 就是关系表与非关系表 还有那些事物啊 啊之后关系的话又包括一对多的关系多对多的一个关系啊 那一个的话在我们的课程中都有吧 毕竟是做一个职业培训的肯定啊 那些找工作需要的一些东西肯定会有吧 你说的这一个的话应该是啊 职业化的一些需求了 对在这里面的话有同学非得回答的非常好 CSSXPASRE对不对 这是我们三种正常的一个那种啊 但是我们看一下就是XPAS和CSS选择器的话 他们两个提取的都是提取这一些标签对吧 啊但我们这一个不一样 我们这一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style的一个标签 style的一标标签 这是一个样式的一个标签啊 要是标签里面的一个文字不能用XPAS 也不能用CSS选择器去进行提取啊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只能用爱意正值表达式去进行一个提取了 那么我们要去提取这一段对不对 啊那么这一段的话 我就之前这个地方我们保存的就暂时不去进行读取了啊 我就把这一个文件我重新从本地读取一下 因为我为了保持这一个文件是一样的 我就可以给他一个位置 open啊 位置open这一个解密的解密的 我们给他加一下这一串内容 就是这一个解密之前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model 啊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一个model model的话等于我们的一个啊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读取一下 然后还是这一个incoding啊 incoding等于utf-8 这个地方utf-8 然后i指为这一个f f那么啊这个地方html等于我们这一个f点上一个rea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件从本地里面读取出来了 啊这个的话 我是多写的一句 主要是就是啊减少请求赤所 减少请求赤所与保证啊 以及我的一个啊 字体文件的一个名字不不发生一个改变 这一个这是我想弄的两个东西啊 啊这是这一个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下 这个地方啊 有同学问个问题 老师旁边是你的微信吗 我想加你的微信详细了解一下啊 我的一个微信只有vip学员才能加到 因为平时的话我就我比较的忙 然后也要负责vip学员的一个解答 你可以啊 先加我们这一个木子老师的一个微信 找他去了解一下吧 或者你可以通过木子老师去啊 联系到我吧 就你有些问题 你也可以问木子老师 那木子老师转交给我就可以了啊 那么你先去加一下这个木子老师吧 木子老师也在旁边发的这个微信了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读取了这一个html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匹配啊 匹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正折表达 是我们import一下啊 这一个re这一个内容 那么re的话 我们要去匹配是re点上一个fund啊 fund第一个要去填充 我们要去匹配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我们去哪里面去进行匹配 对不对 我们去哪个里面去这个html里面 因为这个html就是我们的一个文本的一个信息啊 那么最终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对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font 这个地方是一个ur要 ur要等于这一个内容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匹配一下 那么我们想一下 我要匹配的是一个 这个对不对 woff的这一个内容 那么我就把这一串 给他复制过来 所以啊 我就直接把这一串 给他复制过来 然后复制粘贴过来 我改一下 就能匹配 我想要的一个内容了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改一下啊 改一下这一串 那么第一个的话 这个括号我们需要给他注释掉 这个地方 我们也需要给他注释 哎 给他转移一下吧 这两个内容 必须要给他转移一下 然后中间这一串 才是我想要的 中间这一串 才是我想要的 我给他括号一下 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直接给一个点心 问就可以了 点心问 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来打印看一下 啊 在这里面 我们打印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匹配的 对不对啊 对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去下载了 不对的话 我啊 我只能重新再去做一次的一个匹配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地方有问题 啊 那么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冒号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冒号 src url 啊 然后我们需要的是这个woff的这一串内容 对吧 那么前面这一串的话 我们不需要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这一个内容吧 他去掉 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前面这个 我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src 前面 我们也给一个括号 好不好 啊 应该是前面这一串 我们也给他加到这一个地方呢 啊 应该是这一个冒号 冒号的一个前面这一串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也给他转移一下 转移一下 转移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内容了 就是这一串UIL 就是我们字体的一个UIL 啊 上面这一串正折表达式的话 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 好吧 这个地方说 我们这一个正折表达式啊 就是啊 负 正折啊 匹配 匹配 需要的 字体文件的下载地址 这一个字体文件的一个下载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我们得到之后 接下来是干嘛 有同学能在讨论区里面告诉我一下吗 啊 我这个字体文件里面 我们会隐藏什么信息啊 按照我们前面这一个 你想想 首先是这个加密的一个内容 我已经请求到了 在这一个里面 对不对啊 第二个的话 是我这个地方要去获取这一个文件的一个 类名 这个类名 我们也得到了 在这一个文件的一个前面啊 第三个的话 说我们要去这一个字体文件 然后再去获取这一个映射为正常的一个内容 对吧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有同学能够清楚吗 就我得到这一个字体文件之后 下一步 我应该去干嘛 啊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问的时候 应该是有挺多同学 是有基础的吧 啊 有基础的同学能不能回答我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去干嘛 啊 得到了这一个字体文件啊 我我先不讲后面的一个映射啊 这个地方 没人怕啊 站着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没人的话 我上课会很尴尬好吧 特别尴尬 我就一个人在这里巴拉巴拉巴拉的讲啊 那么没一个人跟我互动 然后没一个人跟我说的话 我就觉得啊 有点 有点那个啥 就没有动力讲下去 没有动力讲下去 你跟我互动一下 或者鼓励一下 夸一下 老师 我可能讲的更有激情一些 这样的话 等一下你问问题的话 我也我也会更耐心 更细心的给你去进行解答 啊 筛选出你需要的一个字体 下载这一个字体 对 就是筛选我们的一个字体 把我们这个字体给它下载下来 啊 因为我想要的一个解密 解密的内容都存在这个字体里面 对吧 这个字体里面 其实在我们网页上 就是这么一个文件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把这个文件给它下载下来 啊 那么我们给它下载下来 下载的话 我们还是用这个request 好吧 request点上一个get get 我们还是是上面这一个url 对不对 上面这个url 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 是我们的一个font response ispons font response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啊 还是上面这一种的一个保存 这一个我就 我就直接复制过来了 好不好 给它弄一下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文件的名字 这个名字我用干嘛 啊 名字的话 我给这一个行不行 我就给这一个好不好 给这一个啊 啊那么这个名字我该怎么获取 应该是从这一个font url里面给它提取到 对不对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font 我们哪个pass 啊 font pass font pass里面的话 我们就根据这一个url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split split split 然后我们用什么 用这一个分号去进行一个分割 好不好 用这一个内容去进行一个分割 分割完之后 它就会得到很多段 很多段没关系 我要最后一段就行了 要最后这一段 我就能得到这一个字体的名字 对吧 然后我用这个名字去命名这一个内容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字体应该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点上这一个content 那么这一个字体 我们就应该下载下来了 我们给它打印看一下 啊 这个地方 哦 它是傲精子的 这个地方我要改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一个wb插队 啊 像我们的一个视频 音频 图片 以及字体 这一些文件 文件都是傲精子的一个内容 我们用傲精子的给它保存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打开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打开看一下 然后我们双击点开看一下 啊 这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啊 查看字体的这一个内容呢 对吧 查看字体的这一个内容呢 啊 在这里面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打开这一个字体来看一下 这一个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这个字体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个内容 啊 它除了我们这一个type之外的话 它下面的话 还会有它的一些符号 有它的一些啊 详情的一些信息吧 在这个地方 它在设置的时候 它肯定会与我们前面有一个关系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文件的话 我们就啊 暂时先看到这吧 这个工具 啊 这个工具能给下吗 这个工具的话 这个工具是一个专门看字体的一个内容啊 如果你以后要做这个字体反爬的话 你这个工具是啊 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软件吧 这个你要下载的话 可以去网上去下载一下啊 网上去下载一下 搜索的一个名字的话 就搜索这一个font creator tools 这个这个啊 font creator font creator 这一个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网去下载一下吧 百度上搜索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这一个软件啊 这一个软件的这一个内容吧 这个软件的这一个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看吧 继续来看啊 在这个软件里面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对吧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在这个地方我们详细去看的话啊 我们继续看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软件的话 如果你啊 继续看的话 就看不到啊 更加详细的一个信息了 对吧啊 但是我想获取到 它更加详细的一个信息啊 这个的话 我们是用这一个软件去看 那么我就想能不能用代码去看一下 它这个字体文件被设计的时候啊 它的一个设计的图纸稿 是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设置的图纸稿 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才更好的去弄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一个工具啊 叫做我们这一个啊 font tools的这一个工具 就是在最前面的这一个font tools 就是用代码 用代码去解析这里面的数据啊 刚刚我们是用软件 刚刚是用软件查看了 用啊 软件查看了 字体文件啊 刚刚用软件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它原本的一个内容 对吧 得到了一个原本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font tools 再去看一下啊 这个font tools的话 我们直接给它pipe 给它pipe 搜索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它pipe一下啊 pipe这个地方 的话我是已经提前安装好的吧 安装好的 你们可以再去安装一下吧 font tools上 能把这个软件发给我吗 我自己不会下 自己不会下 直接用百度搜索这个 三川四月的话 应该还是有一些啊 自己能去找资料吧 对于很多新属来说 可能啊 可能 可能找资料 大家会有些麻烦吧 就不清楚找什么 以及啊 不清楚去找哪一些东西 那么你的话 可以直接去找啊 之前不是加了木质老师吗 你可以直接去找他要一下吧 其实啊 木质老师的话 不仅是我们的 其实不仅是我刚刚的一个软件 像我们前面的一个路波啊 以及本节课的一个圆码 以及我们会需要的一些资料啊 像晚期的一些路波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提供到木质老师的你吧 就你啊 原本可以直接简单的 就问一句木质啊 就木质木质小姐姐 木质小姐姐 你你把什么什么什么软件 发给我一下 木质的话 可能就直接发给你了 你跑来公开课上问我 像我可能啊 要专门挑出时间回答你啊 或者你选择去百度去搜索的话 这个啊 发一下软件的名字 像这个同学啊 这个万字万字 it啊 这位同学问的这个软件的一个名字 在这一个名字的话 其实刚刚也说的 对吧 之前没加可以再发一下 哦 我也妈妈 再发一下 我我也妈啊 这一个的话 之前没加啊 这个前面啊 我后面不再说了 好不好 后面你需要什么软件的话 就直接去加木质 在这里面的话 我再啊 发一次吧 没加的话都加一下吧 就后面的一个软件资料 直接找他要吧 这个地方我口都口都口都快说干了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时候说一遍的话啊 说一遍听不懂 然后要重复强调的几遍 这在这个地方的话啊 我再发一遍好吧 这个加了后续不是不要再来问我的好吧 再问我的话 我就不发了你家啊 你家不上资料 你就别要了 你就安安心心听好这一节课吧 这个地方 难得废话了 这个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吧 继续来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内容啊 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这个软件 对不对 然后我们啊 安装了这个方的tools之后之后的话 我们刚刚用软件看 但是用软件看 看不到它的一个圆码的一个信息 然后之后我们用代码来看 代码来看 我们要从这个方的tools里面去导入一个工具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from啊 from这个方的tools最方的tools里面的一个方的tools里面去啊 它的一个tlab里面 它的一个点上 它的一个tlab 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tlab import啊 在这里面import的这一个内容 是我们的一个ttfont ttfont 这个tfont工具 专门用于解析这一个字体的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解析一下 首先我们给它一个fre吧 直接等于我们这一个tfont啊 我们解析这一个字体的话 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一个字体的一个名字 就是这一个名字啊 那么得到这个名字之后 第二个我们来fi点上我们这一个siv啊 它就会直接解析到我们这一个内容 这个siv为xml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字体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我清除它的格式之后 我才能去解析里面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就给个font点上一个xml font点上一个xml啊 那么我再来运行一下这个地方 我再来运行一下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一个就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fonttools出来了啊 那么出来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有点大对不对 这个文件这么大 我就啊 我们就不一一去看了吧 因为里面很多都是一些干扰数据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就行了啊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 这个地方会有我们的一个id对不对 id为1 它是指向于我们这个prod 然后二它是指向于zero 三的话它是指向于one 四的话指向这一个two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一看这个顺序对不上了 这个地方啊 你这个内容id为几id为几这个顺序你对不上 但是第二个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看的很熟悉啊 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看打开刚刚那个软件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部分这个软件 我们是不是是不是很对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zero对不对 这个zero 然后我们这个prod是上面这一个内容 然后点这一个什么内容啊 至于前面这个id的话它对不上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我们不管它亏捏它就行了啊 那么我就找到第一部分了 就是我这上面的这一部分汉子 我已经对上了对不对啊 那么第二个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去进行一个对上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去搜索一个内容 搜索一个内容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搜索一个cmap cmap就是这个内容 第二个的话 你如果往下面去翻的话 会翻到这个地方 会有我们另外一个内容啊 这个地方这个cmap这个地方 你看它会有一个map map里面会有我们这一个code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0x 0x这么一串内容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指向的是一个five 对不对 然后指向的是一个seven 指向的是一个three 这个five seven three 这个内容是不是对应的 是我们前面上面的那一串 也就是这一串对不对 也就是这一串 我们又对上了 这个这一串的话 这一串内容 上面这一串内容 我们又给它对上了 然后第一个是对上上面 它显示的那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 它对应的我们这一部分内容 对不对 对应的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这部分内容的话 它除了这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之外 它还对应了一个内容啊 注意 它还对应了一个什么内容 对应的前面这一串对吧 这个0x的有同学能看得懂吗 这个0x是一个什么意思 有同学能在讨论区里面说一下吗 看得懂 说一下 看不懂 你敲个2给我看一下吧 0x是一个什么东西 看不懂吗 还有吗 还有吗 都敲的同学还是比较多啊 这个三川四月和这个飞行厅下 还有冯国锋 刘玉坤及古龙 然后还有这个名字我读不出来啊 0x的话是16进制的 还是有些同学清楚的 应该是学了一些的 就敲的同学的话听不懂 其实啊 就可能是刚刚学吧 没有基础啊 这个的话 其实代表的是一个16进制的一个数据 这个16进制 你不清楚是什么 又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印给他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回车看一下 然后这里面我们一看 哎 这个地方 哎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有点那个啥 有没有同学能够回想起 这个地方 与我们哪个地方有点相似吗 啊 你仔细回想一下这个地方啊 这一个啊 这一串16进制 我看不懂 对吧 我复制下来一打印 它变成10进制了了 十进制就是上面这一串啊 就是那些数字 对吧 有同学立马反应过来了 这一个AAROM82119啊 与这个寂静时刻 这两位同学还是啊 反应还是挺灵敏的嘛 有很有学习的一个天赋啊 很有学习的一个天赋啊 像如果你反应慢的话 其实学编程可能就学的特别难一些 如果你老子赚的特别快的话 那么学编程的话会更简单一些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这一个解密之前的一个内容 我们给他 给他在这个浏览器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给他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打开 注意打开这一个查看网页元代码 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我们来搜索一下 这个11261好不好 11啊 这个地方我们先打开 这个一个字体 这个地方 我们搜索这一个吧 搜索这一个 啊 我们复制这一个 复制这个的话 它对应的是我们的一个7 对吧 7的话是我们的一个7 对不对 啊 那么我搜索这一串内容 我们看一下网页上 有没有7呀 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7对不对 那么我搜索一下 看他有没有啊 我直接搜索一下啊 然后你就找到这个地方是万总推荐 对不对 然后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对应的是我们第二个的一个内容 然后回过头来看 这个是万什么总推荐 然后前面的是不是这一个7的这一个内容 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上了 对不对 那么我再来换一个 好吧 换一个这一个3 我看一下能不能搜到啊 这个地方 我从这个地方复杂 注意 从这个地方复制这一串内容 复制这一串内容 这个的话 应该是我对应的这一个3 3的话 我们来这个网页中 这个字体映射这个地方 我们来搜和这个地方 要把它变成16镜子的 这个地方 我怎么把它变成16镜子的 16镜子是我们的一个hacks 注意hacks 我直接把这一串给它传进去 那么就得到的hacks 转换为16镜子 是这么一串 对不对 我反过来再来找这一串 然后你对应 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3 3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3 对不对 啊 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对上了 但是也面临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啊 就是解析字体之后 我们的一个加密的内容 解析 解析到字体之后 加密的内容 内容能够 啊 能够 能够远 能够与英文字符 英文字符对应上 对应 对应上 啊 能与这个英文字符对应上 对吧 但是对应不上我的一个数字 啊 是对应 对应不上数字 啊 对应不上数字 这个的话 我们暂时解决不了 我们先搁置一下 先把能解决的全部解决好吧 先把能解决的全部解决 啊 解决不了的 我们等一下再想办法一起来解决啊 那么讲到这一部分的话 都能听懂的 乔哥1给我看一下 好吧 有问题的可以问一下好不好 有问题的都可以问一下啊 这个B是二进制的 B的话对 B是二进制的 然后O的话是八进制的 X是十六进制的 这个同学还是有点技术的 这个地方都没问题是吧 怎么只有这么几个同学 12345678 八个同学 100多位同学 只有八个同学 在这个地方跟我互动 这个搞得我有点不想讲下去了 我感觉没有动力啊 我讲的这么久 是听不懂还是怎么了 这个杨森同学在是吧 在的在的 在就好 你让我看到人多一些 中国人吗 不就是喜欢热了吗 啊在讨论区你热热闹闹 让我让我看一下 我觉得多好是不是啊 但是如果没人的话 我可能确实是啊 没人的话 我可能想着下课了 这个地方 睡着了 这个地方你 你这都能睡着吗 这个啊 这都能睡着 江氏同学 我觉得学习的话 如果你能都睡着 你你你以后的话 可能就学不好这个技术了 学不好这个技术 刚来的同学都有 这里面刚才就好好听吧 这个地方前面听不到的话 就慢慢来吧 啊 那么继续来 继续来的话 我们我们先不考虑所有的一个印象 我首先我想考虑的 我是想这一个 我想把这张表全部给他弄出来 因为我展示我印象 我不清楚 我想把这张表给他弄出来 对吧 啊 那么我们首先获取一下这一张印象的 这一张关系表这里面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来弄一下吧 首先来弄一下 首先来弄一下这一个内容 啊 首先来弄一下这个内容 我们来解析一下这某一串的一个内容吧 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来 啊 我们获取一下 刚刚这一个啊 map的这一个内容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来获取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去给一下啊 给一下的话 我们是这个地方 是给他一个 fontmap fontmap 啊 fontmap的话 直接是等于我们这个fi 所以我们要获取的是一个什么内容 我们获取的是这一个cmap的这一段内容 啊 这一个的话是我们插mail的这种格式 插mail的这种格式 那么我们直接去解析这一段 之后的话 我们要获取里面的一个内容 我们要给一个方法 这一个是get 啊 我们是一个get best我们的一个 be 这个地方 best best我们的一个cmap 啊 cmap 获取我们这一个映射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印一下这个fontmap 啊 打印一下这个fontmap 这个地方前面我们就不去进行下载了好不好 这个地方不去下载了 因为每一次啊 每一次下载的话都会对 都会对网页上面的一个内容产生一个影响吧 这个地方我直接给他写死好吧 写死的话 我就用直接这一个字体了 因为每一次调试一下都下载一次的话 可能对啊 对那一个奇景中文网的话 会做成一定的负担 而且可能也会影响我这里 所以我们就直接啊 用这一个内容吧 我们直接给他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就获取了 对吧 这个地方啊 因为是派生里面吧派生默认的是实进制的 所以我们就能获取这么映射的 这么一对的一个关系了 或许这么一对映射的一个关系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两件事情了 啊 我能获取到这一个映射的字典 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 英文数字对不上对不对 啊 英文与数字对不上 那么我自己能不能想办法去 把它的一个数字与英文对得上 因为我这个这个字符的话 在我们这个网页中是有的 对不对 在这个网页中是有的啊 我的一个英文字符没有 我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把这个东西替换成我的一个字符 我要把它替换成一个数字啊 替换成一个数字 也就是我的一个啊 这个file 最终我要给它映射为一个5啊 这个7分的话要映射为一个7 3的话要映射为一个3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进行一个映射的 就我们要把啊 把英文内容给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数字 哎有同学有一个好的一个办法没有就是啊 把字典里面的把字典的啊 只从英文 英文啊 转化为啊 转化为数字 转化为数字 转化为数字之后 我直接可以进行一个替换了 对吧 替换完之后 我就能直接去进行一个解析了啊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个啊 这个方的兔儿时 为啥我自然之前没有 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这一个方的兔儿时 有多少同学之前听说过这个方的兔儿时的 这个方的兔儿时 这个简安同学好像问题还是挺多的 问题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啊 就上课的话 有不懂的 你就直接问出来嘛 简安 我有好像有印象吧 前面好像也问了我几个问题啊 这一个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吧 像公开课的话 虽然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课程 但是有人啊 跟我问这些问题 就把自己不懂的东西给他问出来啊 我再给你去进行解答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吧 非常好的 有点像我的一个VIP的一个课程了 像这种体验 我觉得讲师也会非常好 因为如果你不懂还不问出来的话 那么你听着听听着听 你可能就啊 可能就不懂了 那么你出来 你如果问出来的话 我给你去讲解的话 你可能会更有啊 更能坚持下去吧 能在上课解决你这个 能在上课解决你的一个问题 我可能就是随口一句话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解决的话 可能是大半天的一个时间 啊 这个的话 方的突然是你没听说过 是很正常的 因为很多工具 很多库啊 具不完全统计 pathon的话 总共有一万多个 一万多个第三方库 你想想一万多个第三方库 你其实能听说过多少个库啊 其实我常用的 常用的工具 也就一两百个吧 常用常用的工具 也就一两百个库 更多的我也没有接触过了啊 这个的话 就你自己学的话 你还是要去学习 更多的一些东西 可能你就 长期的就停留在一些基础的一个地方吧 就停留在一些基础知识里面 就没有去学啊 没有去进步吧 所以你就了解不了这么多 如果你啊 学的越来越多 学的越来越啊 东西越学越多的时候 你你就慢慢的会去接触这些东西了 又是七行老师再解释一下好吗 啊 这个的话是这个方的突然是这一个库的一个使用啊 这一个库里面的一个使用啊 这一个库的话 我没有去讲了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官方内容 因为我今天的话啊 我们公开课不是去讲这些基础知识点的 也不是去讲它详细的一个内容的 我们主要是去讲案例啊 像你真正的想要去学一个东西的话 你还是需要系统去学吧 因案例的话 你能把这个案例做出来 但啊 案例做出来之后 你可能做不了其他的东西了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中文文档 这个地方啊 它有这个开发者文档 然后在这个开发者文档里面 你们可以去详细看一下吧 啊 这个地方有个缺点吧 就是陌生的一个学员 可能可能是在这里面的话啊 啊会有一些工具的一些东西吧 这一个是我们这一个工具的这一个内容 这个方特图是的话 是这一部分吧 这是它完整的这一个文档啊 完整的这一个文档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刚刚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主要是一个fi 去获取这个CMMP的这个内容 然后这个CMMP的话 它它是得到我们这一个 刚刚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一个CMAP吗 这个地方就是这一个CMAP的一个对象 其实我就是解析这个XML里面的这个CMAP的一个对象 解析到这个CMAP的一个对象之后 再是一个getBestCMAP 啊 就你用这一个方法去获取里面的一个建制队 前面的话是XML的一个对象 这个地方 XML它是一种特殊的格式 XML的一个对象 第二个的话是这一个点 get这一个BestCMAP 就将一个对象变成我们的一个字幅章 将对象里面的数据 变成 字典 啊 变成字典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这一个内容吧 啊 那么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就这个地方能够懂得没有 这个地方 像这个CMAP的话 它其实就是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CMAP 也就是获取啊 获取这里面的这一串吧 这里面这个MAP里面就会有我们这个Code 与这一个NUM 那么前面的变成我们的一个键 后面的变成这一个值 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对这一个内容了 那么对这个内容 我首先把这个内容给他打印看一下 我再来复制一下 看下谁 我们给他来一份 哎 来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要去进行一个映射 对吧 把我们的一个5变成一个5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自己去定一个字典 对吧 啊 因为我每一次要去进行一个替换 已经每一次替换的一个规则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就把它来复制一份吧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定一个 就定一个地的话就等于我们这一个内容 啊 这个内容里面的话 我们等一下要去进行一个替换 我要替换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应该是一个字典 字典 字典里面 第一个的话 应该是我们这一个5的这一个内容 5的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给他去加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是变成一个5 对不对 啊 变成一个5 然后我们再来复制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这一个7 啊 这个地方 我们没办法 因为我们只能手动去进行一个复制的 这一个的话 因为它是一串固定的 固定不变的 啊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这一个啊 如果如果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它再发生一个改变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啊 这里面有个同学就直接给我写好了一份 我就直接复制过来了 好吧 感谢这个您要同学啊 快速的帮我去打了一下 就减少我的一个工作量吧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直接得到了这么一串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这一个地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映射的这个内容 啊我们这一个地 接下来的话 我要把这个front map里面的一个内容 替换成我们地这里面的一个值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去换 换的话 我们也很简单 我们直接 所以我们直接给它一个for for我们的一个key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 啊 放我们的一个key吧 啊 放我们这一个key 直接印 印我们这一个什么里面 因为我们这一个front map里面 front map点上一个keys里面 keys 啊 keys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1028 然后1026 这些内容的对吧 啊 这一个的话 我们是得到这个内容 但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内容 我应该想要的 我们要根据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我们front map front map 然后点上我们这一个key 啊 点上这一个key之后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内容 得到的应该是这一个five对不对 啊 但是我想要的并不是five 我应该是想要把他这一个 把这个five 给它替换成我们这一个5对不对 啊 这个five的话 这个five 和我们这个five 是对得上的对不对 那么我在这里就可以这样去做 就直接等于等于的话 是我这一个地 啊 地的话 地我是不是要根据这一个five 把它替换成这一个5啊 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地里面 我们直接给这一串 注意给前面这一串啊 就直接是我们这一个front map key 这一段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就相当于这个front map key的话 我们首先我们来来写一下 这一个key是一个什么东西 key的话 它说我们这一段对不对 假设我们是这一段 然后我们这一个front map key 它是一个什么内容 front map key的话 它是啊 首先是这一个key 它是这一段内容 然后front map key的话 它是我们这一个five的这一个内容 five的这一个内容 啊 之后的话 我们再次d 注意这个地方是d 我们这一个front map key 啊 那么它是根据我们这个d 是我们上面这一个d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five 对不对 five的话 它对应的是这一个5的这一个内容 啊 也就是我最终 最终把这一个5 直接复制给这一个内容 也就是把这一个five它替换成这一个5了 那么我们最终替换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打印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给它print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 直接给它这一个front map就可以了 front map front map 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出错的 对吧 这个地方还有我们的一个内容出错了 啊 这一个pro的这一个内容出错了 这个pro的 我们应该是不要它的这一个内容 啊 这个pro的 我们应该不要它 这个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front map里面前面的话是有一个 这个啊 啊 这个的话是多余的一个内容吧 就那一个pro的一个内容是多余的 啊 这个内容的话是一个多余的一个东西 这个多余的话 我们也要把它给 啊 把它给替换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pro的是一个什么内容 这个pro的是一个啊 点对不对 这个点的话 没有去进行一个替换啊 那么我也给它加一下吧 这个同学打的时候少打了一个东西啊 少打了一个东西 没关系 我在手动给它补上就好了 补上就好了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构建成这一整个的一个内容了 那么就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了 对不对 1234567 啊 然后对应的是我们这一整串的一个内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啊 可以去进行一个替换了 这这一段能够理解吗 这段能够理解吗 这个地方啊 能够理解 下位一个 我看一下好吧 这段内容 啊 这个地方都没问题是吧 我们就是 就是一个字典的一个替换码 一个基础的一个操作 应该不是很难的一个东西啊 很难的话 主要还是它里面的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好了 好了之后 我是不是要去替换这一个文本内容了 替换文本内容的话 我们看一下 先把前面这个打开 我们给它读取一下这一串内容 给它打开去读取一整串的一个内容吧 这一整串的一个内容 我看一下 我的一个 txt在哪个地方 来着啊 在这里面对吧 我们来读取这一个内容 这个的话 是我们没有解密的一个内容 我直接啊 从本地读取这个html 接下来 我要去替换这里面的一个内容了 对吧 那么是我这个html 啊 之后 我们要去替换的话 应该是for我们的一个key 所以一个key 然后还有的话 是一个value啊 keyvalue 然后印的一个里面 因为我们这一个fantamap里面 对不对 fantamap 啊 fantamap里面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去进行一个替换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替换 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一下啊 然后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替换的话 是这一个key key的话value 我们先把这个keyvalue给它打印 看一下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key啊 然后是一个valuekey 然后和这一个value啊 这个地方 少了一个内容 items items 给它加一下 items items fontamap 点上一个items 然后我们给它去打印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啊 5734160 啊 点上一个82对吧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替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里面解密之前的 我们来搜索一下 把这一个万字万字 万字万字万字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把前面这一个内容 对吧 前面是我们加密的这串内容 而且就是根据我们这一串 加密的这串内容 然后把这一串加密的内容 给它替换成 啊 然后再替换成 我们另外一个 再替换成另外一个 再替换这些东西 替换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常的 一个内容了 对吧 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准备 来进行一个替换了 啊 这个要学到什么程度 才能出去找工作 学到什么程度啊 如果你能达到这个自体反爬 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就你如果能啊 达到这个自体反爬 这个程度的话 就基本没有问题了吧 因为自己反爬的话 这个东西 如果你能解决 大多数的一个网站的数据 你都能去进行一个采 采集了啊 这个items用来干嘛的 这个items items的话 是因为我们这个founderttools 这个foundermap的话 foundermap是我们的一个 foundermap是想一下 这个foundermap是我们的一个字典 字典 字典啊 字典字典的话 这个items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建制队 注意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字典 然后后面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建制队啊 建制队的一个内容 那么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前面的也忘记了是吧 啊 前面的也忘记了 忘记的话 忘记我们再重新理一下 好吧 忘记的话 我们重新理一下啊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我就全部把它给展开一下 好吧 展开一下 老师说的好啊 并不是我说的好 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啊 像我刚毕业那几年的话 我就啊 我就只知道坑子坑子的学东西 而且我一开始学的不是pathon 我学的是加瓦 但是但是那个经历的话怎么说呢 就啊 有有时候你只有经历过 你才能懂 你不经历过的话 可能就你觉得 你觉得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你啊 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就 用一整个的一个内容吧 啊 首先的话 我们是去请求这个网页 然后将这个网页保存到本地 然后我们等一下去下载的话 会保存一个新的 不管它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去匹配 我们想要下载的一个地址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去把我们啊 把我们的一个字体 再给它保存下来 然后用我们这一个 这个font是新的这一个了 新的这个font我们给它解析内容 然后保存到本地之后 我们或获取这一个映射的 这一个字典的一个内容 啊 之后的话 我们在下面再去啊 执行一个替换 对不对 我们要替换的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HTML的一个内容 HTML 啊 HTML 然后HTML的话 我们应该是HTML 我们要去怎么去进行一个替换 HTML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这个字符串 有同学能在讨论区里面 跟我回答一下 我应该怎么把字符串里面的 这一个内容给它换掉吗 这个内容 我要给它换掉 我应该怎么去换 有同学还清楚 还记得我们那个字符串的一个基础知识吧 嗯 在这里面 有两位同学 一个CJW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名字的话 日语名字 我真的是念不出啊 就这两位同学能够反应过来吗 其他同学呢 三位同学 张可可 啊 大家一起给这三位同学刷的鲜花 好吧 刷的鲜花 确实挺厉害的 这一下子就能啊 想得出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直接replace一下就好了 直接replace 我们要替换的一个旧的对不对 旧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一个key 也就是这一段内容 我要替换应该是字符串去进行一个替换 那么我要给它一个strewn一下 使用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去加这一个key的这一个内容 然后第二个的话去加我们这一个value 啊 第二个去啊 这个value的话 我们也要给它字符串 抢转一下 这个地方加我们的一个value 啊 但是我们直接这样替换的话也不行了 因为你直接替换的话 我们是这个10258啊 10258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10258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前面这一串对不对 啊 这一串还只是不行 这一串不行的话 我们把它替换的话 我们要加上前面这个alpha 紧 然后加上这一个冒号对吧 才是一整个的一个内容 我们应该换成这个样子 去进行一个替换 所以这个样子我们给它加一下 前面这一串的话 我们直接给它加上去 这一串我们给它加上去 然后后面这一串的话 我们也给它加上去 给它加 然后去给上这么一串内容 这个地方是一个冒号对不对 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执行一个替换了 那么替换完之后 我们再怎么办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我们的一个位置啊 位置我们的一个open open的话我们给它加一下 加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加一下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给它 给它加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给它 前面的话说我们看一下 前面的话说我们解密之前的 对吧 那么我们解密之后的 这个地方是解密之后的 哎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加一下 解密之后的啊 解密之后的 这一个html的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加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是一个model等于这一个w 然后是这一个incoding等于utf-8 这个地方 utf-8 然后我们给它 按之为这一个f 按之为f f点上一个write 对吧 write的话我们想一下是哪一部分的 write的话是这个替换之后的 对不对 替换之后的 那么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看一下吧 运行看一下这一个内容吧 运行看一下这一个内容 我们给它加上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多出一个新的一个字体 对吧 原本我们是这个qv order 那么我们用的这一个新的是 就是j y e t o l的这一个ly这一个不管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弄完之后的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弄完之后的 啊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给它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这一个内容 检查一下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内容 啊 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 哦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 与我们前面这一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这个解密之前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解密之前的 我们之前保密的这个东西 这个保存的这个东西没有被解密啊 这个地方 哎 怎么给它拉上去 这个的话 我们给它来打开看一下 啊 这个是我们解密之前的 对不对 解密之前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正常 是我们正常的一个 正常的这一个内容 啊 之后第二个的话 是我们这一个解密之后的 那么解密之后 解密成功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里面啊 提取这一个数据了 对吧 我们 我们